名為停止反亞裔種族主義 拒絕新冷戰的反歧視集會 早前就在英國倫敦舉辦 先給大家看看 這個活動由倫敦的民權法律中心 和英國監督組 和英國福建華僑華人聯合總會主辦 目的是回應 針對東亞人士的種族暴力和仇恨犯罪 表達對於中美新冷戰的擔憂 支持者包括當地的華人、白人和黑人 早前有組織說 這批主辦機構有部分人士 曾經登報支持港區國安法 事後有港人號召在同地同時 進行和理午餐活動 反對親共親華的人 以反歧視之名為中共洗白 有集會發言之批評 即是說反歧視那群 批評美國打擊中國 捏造人權的議題 煽動香港的顛覆 以及鼓勵台灣獨立 形成新冷戰 這番言論也令到一些和理午餐的港人感到不滿 高呼口號抗議 最終變成一個流血衝突 據知有香港青年被打到頭破血流送軟 無論如何都好 想說回今天話題的主角 就是這位近日出書 出了一本叫自由的書籍 前香港眾志成員羅冠聰 他在Facebook說 英國有很多人權團體 不了解中共統戰的工作 而選擇和這些深紅團體 合作推動種族的平權 他相信經歷了這次事件後 會有更多組織 去了解統戰組織的背景 未來會謹慎選擇合作的夥伴 而他的工作就是繼續提醒 海外國際組織 去瞭解中共的狡窄 切脈好心做壞事 站在高牆指摘雞蛋 誰是高牆誰是雞蛋 大家去想 他又說 以唐人街襲擊事件為例 分析了中共的統戰工作口 隨即引來一些人懸想尋仇的敵意 強調只有繼續揭露 揭穿中共的話術 才可以制止中共的統戰組織 影響輿 他特別提到 要怎樣令到國際輿論 了解中共在民主國家的滲透 以及令到國際社會 關注中共的人權的侵害 是國際線的重要一環 不單止羅冠聰 也曾經被指 在深圳因為涉嫌嫖妓被拘捕的 英國的港橋協會 創會主席鄭文傑也捲入了風波 他向傳媒表示 有一群人懷疑在微信一個組織群組聲稱 懸賞1萬英鎊 即大約10萬港元 去拿他和前立法會員羅冠聰的住址和工作地點 他已經向英國警方報案 就著唐人街的衝突和鄭文傑、羅冠聰而被恐嚇的事件 超過30個團體發表聯合聲明 說擔憂港人和其他少少族裔的人身安全 呼籲英國民眾支持港人、東亞和東南亞人士 確保他們在英國能夠獲得保障和支援 看完他們的說法 我知道羅冠聰近日出了一本叫自由的書籍 雖然我未拜讀到他的巨著 但我想指出 他說提醒國際社會小心中共滲透的說法 其實比他眼淚 他認為的中共更剝奪言論和結舍的自由 第一,如果照他的說法 西方國家要小心中共滲透 放在中國內地、中國香港和中國澳門 等同於親建制、親北京的陣營要提醒 所有有機會聯繫外國的在港組織舉辦活動時 都要小心美國等國的滲透呢? 假設我們這樣做會不會被大造文章 說是剝奪了言論和結舍的自由呢? 第二,羅冠聰能否清晰地定義什麼叫做中共的滲透呢? 中國的資本算不算呢? 香港、澳門的資本算不算呢? 同親中團體合辦舉行活動算不算呢? 如果合作就是的話 氣候暖化還需要中國等國家的支援呢? 英國剝奪了言論和結舍自由 你這樣說 英國社會又如何處理呢? 我不知道 出書講自由的羅冠聰這番說話 跟他口裡的極權有什麼分別呢? 只不過可能是他的極權掛了自由的旗幟 自由的名號極權 第三,敢做敢認的 我是絕對不支持有當地的華人 或者是一些香港、親中、親建制的人士等等 去起底羅冠聰和鄭文傑的住址 以及工作的地點 始終如果你是去了英國當地 就要入鄉隨俗 遵守當地的法律 這是一個國際之間的尊重 但是我是本著一個己所不辱 物思於人的態度 就想在這裡反問一下羅冠聰和鄭文傑 兩位有沒有在反修例的運動期間 公開譴責一些反修例的支持者 就是那些泛民 無論是本土派也好 自決派也好 你有沒有譴責他們 去起底警察或者親中人士的資料 這種行為是不對的呢? 如果是有 也算你們兩位都有良知 如果沒有就好像今天的我 打倒昨日的我 兩位有什麼資格 去叫人不起底呢? 第四就是西方 西方的民主越趨暴力 有一位旅居英國超過20年的作家 馬健 就向RFA自由亞洲電台表示 自從香港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之後 在英港人和來自中國的華人之間的衝突 越來越明顯 唐人街就是其中一個衝突的爆發點 但是發展成為暴力衝突 也是很罕見的 看回他的說法 就是說以往的唐人街 真的沒有這麼不和平 現在 在香港 你說著草也好 流亡也好 去到英國的人 變得這些暴力衝突突突然間發生了 你說 問題成因是中國 但是我想反問 暴力打壓本身是否代表不民主呢? 究竟是西式的民主被香港民主荼毒 還是西式的民主 本身跟香港民主一起得同一個起源 最後還是會變成暴民的政治呢? 如果你說這篇報道 他說倫敦的唐人街流血事件 反映中共借海外華人實現這個長臂管治 我想說 如果民間針對你 就代表中國官方支持 那是否所有在港的美國的民間活動 都等同於美國實現 或者借助他們去實現這個長臂管治呢? 我不知道有沒有 但是我們知道過去曾經有一位 曾經是美國共和黨香港支部主席的Mark Simon 就做了黎智英的助手 他曾經在和南華早報的訪問開金口 透露這份工 就是200年千禧年的時候 美國的前總統喬治布殊的前文膽 麥偉林介紹他認識了黎智英 同年開始和黎智英工作 一族做了20年 這位共和黨 前香港支部主席出身 半官方背景的人 在香港做這麼多事情 就是說 香港也有美國的長臂管治 雖然我沒有機會 也未買到 羅冠聰拒絕 但是那些經常說 民主自由 人權的人 究竟如何定義呢 是否說 人民要有自主的意志 要有言論和結舍的自由 我經常看這些書 我覺得講了一大堆 都是表達一些媽媽是女人的觀點 我在這裡講一個總結 用一些中西合璧的說話 就是民主自由 就是律己以歡 代人以言 即是什麼 律己以歡 代人以言 代人節物的準則 何必捧上去呢 這就是我 其中一段話題 然後一講 這個 簡中時報 三號 以洪森 批美國得寸進尺 雲釀的海軍基地 就不再歡迎你為題 去報道一件事件 首先要講回 柬埔寨和中國的關係 兩國之間長久以來 都是非常友好 並且維持了極佳的外交關係 中國有巴鐵 巴基斯坦和中國很友善 所以叫巴鐵 柬埔寨也叫簡鐵 現任柬埔寨總理 雄心的組織就是廣東的潮州 他的妻子同樣是海南人的後裔 柬埔寨的國王西哈魯克 過去曾經長期留住在中國 對中國有相當深厚的感情 他晚年一直留在中國治病 最終病逝在北京 當時北京的天安門廣場也為他 是降半期治哀 所以柬埔寨和中國很友好 根據《簡中時報》的報導 就說柬埔寨首相雄心 主持西哈魯克省 三十七條道路等等 基礎設施體用的儀式 他公開地表達 對於美國不斷炒作 雲釀海軍基地的謠言感到極度反感 他說他已告知 副首相兼國防大臣迪班 如果有人 暗指美國 申請訪問 雲釀海軍基地 就不用讓他去 雲釀海軍基地 不是犯罪的場所 你到底去調查什麼 我上次讓你去訪問 你還不滿意 說這不是完全的訪問 你知道訪問是什麼意思嗎 我讓你去訪問 不是叫你去搜查 請你認清這一點 報道也說 雲釀這個憤怒 就是說 今年6月11日 雲釀同意下 美國駐金邊大使館的武官 馬富斯獲得特殊待遇 訪問雲釀海軍基地 之後美國發聲明 反指摘柬埔寨的軍方官員 拒絕被美方官員完全訪問 即是他不要特殊待遇訪問 我要完全訪問你在海軍基地 這番言論也導致柬埔寨的國防大臣迪班 譴責美國顛倒是非無中生有 報道也說 儘管柬埔寨表達了強烈的不滿 美國依然沒有善罷金優 報道提到 就是說隨著近年來 美國將茅頭對準中國 位於西哈魯克省的雲釀海軍基地 成為了美國政府專注關注的焦點 今年的6月1日 就是美國常務國務卿 社曼在金邊會見雄心的時候 要求柬埔寨針對在沒有通知和解釋的情況下 拆除雲釀海軍基地的兩座 由美國資座的建築物作出澄清 社曼當時也說 中國在柬埔寨興建軍事基地 將會損害柬埔寨的主權 威脅區域的安全 並且對美減的關係 產生了負面影響 他聲稱柬埔寨領導人 應該為到柬埔寨的人民的最大利益 尋求獨立和平衡的外交政策 你看看 美國的官員就是這樣 對於中國朋友就叫大家要獨立和平衡外交 對於自己的親華朋友就要堅守價值觀 所以這些就是語言的藝術 那麼柬埔寨的領導人 洪森多次否認 也否認 容許外國在柬埔寨建立軍事基地 今年的11月 美國就變本加厲宣佈制裁柬埔寨國防部的高官 趙比倫和海軍司令雍梳陷 指責他們在由美國資助的海軍基地設施 建設工程中涉及貪污舞弊行為 柬埔寨外交部也隨後發聲明說 這是出於地緣政治動機的毫無根據指控 柬埔寨嚴厲譴責美國針對柬埔寨的官員 這種長臂的管轄權 美國對於主權國家的公眾人物採取抹黑之舉 和單方面的制裁行動 根本無視柬埔寨國家的獨立自主和干涉內政 老實說 你說中國在當地就興建了軍事基地 你又要調查 不讓你美國完全訪問 就讓你這個特殊待遇訪問 我不知道 可能你那時候特殊待遇訪問 你覺得查不到些什麼 然後繼續要求一個完全訪問 但是柬埔寨的角度就是 我又不是你的犯人 為什麼我要讓你這樣查 是不是有失國威呢 就好像美國經常說 就是中國武漢的實驗室 就洩漏新冠肺炎 美國的美軍的軍事基地 只有特殊 黑寶 也有實驗室 為什麼你從來都不公開地被人調查呢 我又可不可以去完全訪問 完全去調查你的實驗室呢 別人不訪問 人家有些軍事的敏感內容 怎麼都會 加上是事關國威 現在你不肯 你又搞這個制裁 我又不知道最後怎樣 最後美國制裁可以發揮多大的作用呢 有很多分析說 其實作用不是沒有 一定有的 但是呢 反而會變相 令到這些國家 和中國更加友好 所以呢 美國搞柬埔寨的官員 令到這個首相 批評美國 說雲釀的海軍基地 即間接就說不再歡迎美國 講完這番言論 是不是意味著中柬的關係 會更加好呢 大家拭目以待 這是我下半段的分享